各位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今日談 我是梁茵 近日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 希望與以色列建立更好的關係 近年來 由於土耳其一直在譴責以色列 對於約旦河西安的佔領 以及其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 使得兩國關係的矛盾也是在不斷升級 在2018年的時候 雙方甚至驅逐了對方的外交官 為什麼在此時 埃爾多安會發出向以色列修復關係的信號 今天我們來請教中東問題專家李少鮮先生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突然表示 我要跟以色列的關係做得更好 是這樣 埃爾多安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在中東或者在國際上有一個 怎麼說呢 你說叫戳號也好或者什麼 他叫變色龍 這變色龍就是他變得特別快 而且他在外交上幾乎就是180度的變來變去的 最突出的你比如說那一年 就說他把這個俄羅斯的戰績擊落了 拿了兩家劍拔弩張 沒有幾個月以後他180度轉彎 和俄羅斯又搞到一起 又又如此熱乎 後來S400什麼的 所以他是一個很典型的就是變色龍 這就說明什麼呢 他的外交政策完全是為現實服務的 就特別特別的這個五十 特別特別的就是著眼於他的需要 大家知道以色列和土耳其 他的外交關係 他的關係實際實質上是非常好的 好到什麼程度 我們可以這樣講 就是在2010年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關係惡化之前 雙方是有軍事協議的 那麼根據軍事協議 土耳其的領土領空 那麼以色列的國防軍是可以利用的 也就是說那個時候 以色列的空軍 他的戰機是要到土耳其去訓練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土耳其 以色列的這個領土狹窄 他的領空就更不用說了 人家說一顆子彈就打出邊界去了 就說所以他的那個空軍的戰機 經常是在常規化的這個訓練 都在土耳其 所以雙方關係非常好 雙方都是美國的盟國 可以這樣講 那這個以色列是美國的絕對的盟國 另一屆以色列這個美國總統 都是把保護以色列安全的 為他總統政策的首要目標之一 那麼土耳其不僅是美國的盟國 而且是北約的這個成員國 所以雙方的關係是很好的 但是為什麼這個阿爾多安變來變去啊 這個就是他完全是為了自己國家利益和需要 你看雙方的關係是2010年是一個界限 惡化的 其實從09年 09年呢 以色列有一個比較大的軍事行動 對加沙 叫駐泉行動 就發動了大規模的 甚至地面突破了這個 加沙地帶的那個邊界 進入到加沙 造成了巴勒斯坦很大的傷亡 在那個駐泉行動 實際上就惡化了兩個關係 當時在土耳其總統和以色列總理 這個共同參加的一個收納會議上 雙方公開的就翻臉了 那麼土耳其阿爾多安佛休而去 這個是當時震驚的 在外交上是非常震驚的一個舉動 所以在那個之後 以色列就對加沙進行了嚴密的封鎖 那國際社會就有救援啊 救援船去加沙啊 要突破這個以色列的這個封鎖線啊 什麼這些東西 其中2010年5月份 有一個馬爾馬拉號事件 就是一艘救援船 是土耳其出來的救援船 所以它叫馬爾馬拉號 那麼上面主要是土耳其人 那麼就靠近加沙的那個海岸 要突破以色列軍警的那個封鎖線 要進去 結果遭到了以色列軍警的攻擊 最後造成了馬爾馬拉號上 嚴重的傷亡 有大概有9名這個土耳其的 這個土耳其籍的人這個死亡 6名還9名死亡 而且還有一大批被以色列軍警抓扣 這樣出現了這樣大的事件 所以在這樣一個背景下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外交關係 就出於決裂的邊緣了 雙方就把大使都撤回去了 就差斷交了 差一點就斷交了 出於這種狀態 那照您這個說法 其實艾爾多安 其實它是一直是支持 巴勒斯坦人的這個建國的 那麼到現在為止 其實以色列在這個方面的 它的目標也沒有變 而且今年以來 它在這個對巴勒斯坦和 對約旦和西岸的這個控制上面 反而是越發的有優勢了 那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土耳其反而說我們要修復關係呢 對 這個艾爾多安在和以色列的關係上 它完全是這個怎麼說呢 你說投機也好或者物實也好 就是非常現實的 它可以完全突然變 那麼2010年它之所以變和以色列決裂 主要是服務於土耳其的地區目標 或者大國的野心 艾爾多安的野心 艾爾多安高舉起援助加沙 支持巴勒斯坦這個大旗 那麼不惜和以色列公開的翻臉 那麼就是要豎起一面大旗來 我是代表阿拉伯 或者民眾代表伊斯蘭等等 所以它這麼多年 它和以色列之間 它就服務於土耳其的大國目標 大家看得很清楚 最近一些年來 土耳其在地區表現是非常亮眼的 就是它處處以一個 你看它 艾爾多安一講話 就是就重提那個奧斯曼帝國 艾爾多安一講話 就是伊斯蘭盟主 所以人家說它是新蘇丹 蘇丹實際上就是當年 奧斯曼帝國皇帝的這個稱號 當時的奧斯曼帝國的皇帝 也是全世界穆斯林的領袖 二端就是以全世界穆斯林領袖之局 以奧斯曼帝國的皇帝之局 就是擺出這麼樣一種姿態了 其實它是很受益的 它最突出的 大家看得很清楚 前不久就是在法國巴黎 發生那個恐怖事件以後 就是一個歷史老是被斬首 馬克龍有很粗歌的這個言論 很憤怒的那個 它為了平息國內那個 全世界 包括阿拉伯國家 伊斯蘭國家的什麼的 沒有很突出的去 對這個馬克龍去 就是阿爾多安 就是阿爾多安 旗子鮮明 就對馬克龍的神經病什麼的 雙方引起了外交上的爭症 所以它處處以屬旗子 服務於土耳其整個這個大國的這種 雄心也好野心也好 這種目的 其實在10年之後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關係 曾經一度緩和 2016年 這就說明什麼呢 阿爾多安他是可以變的 其實他並不是要去跟以色列 去對抗去 他是把這個事情 就是他和以色列這個關係 服務於他大國的這個政策 就是他要恢復他這個 至少是中東地區第一大國 甚至於世界大國 這樣一種雄心 所以他和以色列的 他對以色列的態度和政策 完全是服務於這個的 所以16年可以互拍大使 10年到16年他是沒有大使的 16年他互拍大使 18年他就又撤回了大使 18年為什麼撤回大使呢 就是18年的時候 特朗普宣布 把美國的大使館 簽到耶路撒冷 而且在5月14號的時候 就是以色列建國那天 他們還舉行了一個很宏大的那個 這個儀式 而那一天呢 恰恰是巴勒斯坦加沙地帶的民眾 集中抗議的時候 又造成了大量的這個平民的傷亡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阿爾多安都數一致 果斷地召回大使 驅逐以色列大使等等 發出 所以這個裡面 現在有人說 認為阿爾多安在這個時候 發出向以色列改善關係的信號 其實是為了給即將上台的 美國總統拜登一個信號 就是為的最終是為了改善 土耳其跟美國的關係 我覺得它還是服務於 土耳其這個外交和大國的這個 這個目標 現在為什麼要放軟身段 主動地生出了橄欖枝 其實跟 你看最近一段時間以來 土耳其其實在外交上 在地區上連連得手 你比如說今年6月份 它在利比亞得了得手 把那個圍控那個迪利波里的 哈佛塔爾那個軍隊 一路趕向東邊 蘇爾特 它在利比亞建立了軍事基地 那麼前不久 在納卡衝突中 它支持的阿塞拜疆 甚至於它把軍隊派到阿塞拜疆 去幫助阿塞拜疆 去打納卡 那麼獲得了 戰場上獲得了優勢 納卡衝突這個現在的聽火 也是非常有利於阿塞拜疆的 而且它很高調的去阿塞拜疆 去參加了阿塞拜疆慶祝勝利的 這個閱兵式等等這樣 所以它在這樣一種情況下 而且世界這個蜂擁在變化 美國政府即將交替 新舊交替 對 歐洲現在呢 和土耳其的關係 也處在一個非常微妙的這個階段 歐洲的這個首腦會議啊什麼的 在研判或者在探討 什麼叫制裁土耳其 它在東地中還如何 所以土耳其在這個時候 向以色列發出了一個橄欖子 但是大家要知道 其實土耳其 兇求大國地位 它的整個的這個外交 服務於它這個大國的這個野心 雄心 這個目標不變 它和以色列的關係啊 是很難 就是持久向好的方向轉的 為什麼這樣 就是剛才您講的 這以色列呢 它的政策是不會變的 而且它在巴勒斯坦問題上 在加沙問題上 它只會越來越強硬 我們知道 以色列政府現在又垮台了 現在又是一個這個這個 看守政府了 下一步要選舉 大家都要比強硬了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不能指望 土耳其和以色列關係 會送的這個好的方向 就是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 這個可能性 現在還完全看不到 他們全面外交關係是存在的 但是大使是缺乏的 現在可能互派會大使 但是也保持一個 比較僵冷的這樣這種關係 明白了 好的 謝謝李先生 我們去廣告 休息回來之後 馬上繼續今天的話題 歡迎回來新聞今日談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向以色列示好希望修復雙方的關係 而以色列恰恰正面臨著 它國內的一場政治危機 也就是即將進行 兩年內的第四次大選 為此我們再來請教 中東問題專家李少仙先生 那李先生我看 明年的三月份 以色列就要進行第四次大選了 兩年內的第四次大選 這個也是非常少見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 你現在這樣一個政治情況 這種政治情況 凸顯了以色列 這個國內政治危機 或者政治僵局 其實從2019年三月份 以色列就是兩年之內的第一次大選 那麼選出新議會來以後 組不成政府 那麼幾個月後 就是2019年7月份 又進行 9月份又進行了第二次選舉 選舉之後仍然沒有組成政府 所以在今年三月份第三次 就是一年之內進行了第三次選舉 這都破天荒了 沒有過的 那麼一次一次的組不成政府 為什麼 這就是以色列現在這種政治僵局 這種尷尬的這個局面 以色列的議會是120個席位組成 它那個由於按照以色列的選舉法 就是它這個你只要一個政黨 獲得3.25%的這個超過3.25% 它這個最低門檻的話 你就可以在議會擁有席位 所以每次選舉結束之後 這個議會的政黨領利 一般的來講八九個政黨 十多個政黨 那非常非常常見的 而且大家要知道 以色列沒有大的黨 我們知道 內塔尼亞和領導利庫德集團 是大黨 這麼多年來一直 過去工黨是大黨 但是即使是在利庫德集團 和工黨對壘那個時候 他們雙方沒有任何一個大黨 獲得過單獨組閣 就是超過60個 超過半數 它沒有 所以常常是這個工黨代表左翼 利庫德集團代表右翼 那麼哪個這兩個大黨 哪個能組織起60票來 哪個黨可以執政這樣的 所以它這個像一個善面一樣 它那個政黨在這個裡邊 中間這邊工黨代表左翼 這邊利庫德代表右翼 還有比它右的更基右的等等 還有比它左的更左的 一直是這樣 所以以色列政府 它不是很穩定的 但是我看本來是應該到明年的11月份 那麼由另外一個政黨 因為它輪替執政嘛 到另外一個政黨來執政 但是好像有評論認為說 這一次是內塔尼亞胡自己來設計了這個 讓這個財政預算案沒有通過 然後提前使得這個政府解散 要提前大選 也不是這樣 其實這次導致這個提前大選的兩個人 主要是內塔尼亞胡幹辭嘛 這兩人在去年 今年七個月前組閣的時候 雙方達成的妥協 組閣協議規定 前18個月 內塔尼亞胡先出任總理 那麼幹辭作為副總理 國防部長 來先做他的副手 那麼到今年11月份就是18個月之後 那麼幹辭出任總理 這個內塔尼亞胡再作為副手這樣 所以他們是有個協議的 但是大家知道 這個協議實際上是雙方妥協的結果 因為為了避免一年之內 再進行 再決定進行第四次選舉 因為第三次他還是打不成 雙方艱難的談判 最後達成了這個妥協 但是自從組成現有內閣之後 雙方面和心不和 就要相互排斥 現在我們基本上可以 所以這樣講 就內塔尼亞胡做總理 再次出任總理的第一天 就沒有想的說 我11個月之後把權力交給幹辭 所以大家看他執政這七個月來 以色列實際上經歷了一系列很重大的事物 對 比如說 而且說他外交上取得一系列的碩果 也是說得過去的 對啊 他和很多四五個阿拉伯格 現在已經四個阿拉伯格 建立了外交關係 這麼大的事情 幹辭作為副總理 作為國防部長 而且幹辭的黨 他藍白黨 這個外交部長是幹辭黨的 這個藍白黨的這個代表 他們都不知道撇過他們 自己一個人搞的這些東西 就是說 所以雙方之間的矛盾 已經是非常深刻了 就是幹辭呢 心裡想的 他為什麼預算案通不過呢 為什麼現在就進行這個提前大選 明年3月20號大選 實際上不符合兩個人的 都不符合兩個人的原有的想法 因為如果3月20號大選的話 內坦尼亞胡並不出於優勢 他寧可推遲到明年的夏天 或者再晚一點再進行選舉 他現在不處於優勢 是因為他現在還有一個 貪腐案的官司在身上嗎 對 兩點他有兩個致命的這個弱點 一個就是他有個官司 明年2月份要開庭 2月份開庭 3月份要投票 對他很不利 第二個呢就是這個疫情 這個疫情啊 內坦尼亞胡遭受了很大的非議 這個對他的這個威望各方面 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如果要能拖到明年5月6月7月 這個隨著這個疫苗什麼的疫情 可能會告一段了 這是符合內坦尼亞胡 幹齒就更不用說了 幹齒其實他也不想倒閣 幹齒現在這個藍白黨和那個 和那個雙方妥協組閣的時候 已經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幹齒現在自己能控制的席位 可能據說是如果現在選舉的話 他領導的這個黨可能只能拿到五六個心目 所以現在可能對於內坦尼亞胡來說 最大的對手不是幹齒 是他的這個前任的國防 前任的內政部長薩爾 就是從他內庫德集團 教育部長 教育部長 從他內庫德集團出走的那個人 也就是他自己的內部 內庫德集團內部其實也出現了分裂 內庫德集團在上一次選舉就分裂了 薩爾在這個內庫德集團內部是這個少壯派 代表少壯派 因為內坦尼亞胡畢竟70歲了 而且一直當中立一直當中立 所以薩爾冒出來了 如果明年 現在肯定是明年3月23號鐵定的要選舉了 那麼內坦尼亞胡的挑戰者並不是幹齒 內坦尼亞胡的挑戰者實際上是薩爾 就是從內庫德集團出來的 現在以色列的政壇右翼擋倒 就是絕對下一屆議會選舉出來肯定是右翼一大片 左翼以工黨 藍白黨號稱是中間派 其實中間也往右偏了 所以藍白黨也在不斷的實施 那個工黨就更不用說了 工黨3月20號選舉很有可能連3.25%的門檻都過不去 工黨可能在議會沒有席位了 這個很悲慘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下一個挑戰內坦尼亞胡的肯定來自右翼 也就是薩爾 但是薩爾他自己的力量 他在上一次選舉時候他分裂出去了 從利庫德集團 封列出去以後 自己組織了一個新希望黨 這個新希望黨現在民意測驗 那個僅次於利庫德集團 利庫德集團如果現在選舉的話 大概能維持30多票 31、23、23 那麼薩爾阿領導的這個新希望黨 可能能獲得18、9、20個行為 有人認為說過去兩年以色列取得的一系列的外交成果 其實都有賴於他們正好碰到了一個 有史以來最偏袒以色列的美國 然後也就是特朗普政府 但是隨著特朗普和拜登的交替 那麼可能未來對於以色列來說 這一些能夠得到的政治紅利就會消退掉了 那麼未來的後遺症是什麼 就是他在外交上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我認為是這樣 其實外交上它的問題還不是很大 為什麼不是很大呢 因為明年3月份選舉之後 以色列的議會肯定是清一色的右翼這個主政 主導的這麼樣一個局面 但是對於內坦尼亞胡來講 他會出現問題 因為在右翼裡邊他未必能拉到 因為右翼分裂了 右翼他出現了對他很大的挑戰的人物 一個是薩爾阿 還有一個 薩爾一個人還挑戰不了他 還有一個本內特 他是聯合右翼黨 他這個黨也可能能獲得十多個席位 而且這兩個就是薩爾和本內特呢 現在有聯合的趨勢 我們知道以色列的這個選舉啊 他常常是你比如說什麼藍白黨啊 什麼利庫德啊 好像是第一大黨啊第二大黨啊 都是大黨 實際上就是利庫德也好 藍白黨也好本身是一個政黨聯盟 藍白黨就是好幾個黨 合起來 為了競選叫藍白黨 這是政黨聯盟 所以下一次挑戰利庫德集團 挑戰內坦尼亞胡的 很有可能就是來自右翼 比如說薩爾 比如說本內特啊 這些力量他們團結起來 導致內坦尼亞胡搞不到60票 而他們聯合起來以後 他們能促成60票 所以內坦尼亞胡是面臨這樣大的挑戰 當然了更有可能還是出現 就是現在這種僵局 誰都組不成那個 為什麼不到兩年他要四次選舉呢 就是陷入到這種政治僵局這個漩渦之中 那未來會對整個他在中東的 現在所產生的這些 對他有利的影響 會產生一些負面作用嗎 負面作用是兩個 一個就是因為他政治僵局嘛 你不停的在選舉 就是這不是正常狀態 你看現在的政府他是倒台的 他是看守政府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以色列的政策啊 包括這個他和巴裔的關係啊等等 很難長遠的去規劃 再一個就是你剛才講的 美國政府更迭了 特朗普下去了 一個最親以色列 最偏袒以色列的總統下去了 新的美國政府上來以後 他的政策如何 這個會嚴重的影響 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關係 嚴重的影響巴勒斯坦的問題 好 謝謝李先生的分析 感謝您收看 新聞經營談明天見